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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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的chemical activity 在calafone 在表面上面 它可以 因為有時候濃度我必須想要控制它的濃度 是在某一個 比如說10的負3 或者是0.4 多少等等 那有時候你用固態的去控制 你比較不容易控制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常常會有時候用氣體的方式 比如說這裡的話 我有用一氧化碳 然後去加溫 讓它形成碳加二氧化碳 就是一個carbon dioxide 所以我如果控制 carbon monoxide 跟carbon dioxide的濃度的差異 的比例值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平衡常數 這些都可以找得到 這在文獻上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就可以來控制這個chemical activity of carbon 另外一個的話 我也可以把messane 然後加溫 然後平衡 形成carbon加hydrogen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我控制messane跟hydrogen的partial pressure 然後這個平衡濃度 平衡常數也知道 那我就可以求得出它的chemical activity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用這樣的熱力學的方式 那這個是用再舉例子 舉carbon 但是我如果是PO2 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PO2我可以是H2O 然後讓它在高溫的時候 然後形成H2加2分之1O2 OK 那我可以用這樣子來控制 就是H2O跟H2的 vapor pressure 就是partial pressure的比例 那實際上它怎麼做呢 實際上它是這樣子 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不是都有那個humidifier嗎 humidifier就是 你不知道在家裡面太乾燥 像台灣是比較濕 所以可能比較少用 你如果是去比較乾燥的地方的話 比如說你到美國去東北 像以前我住的地方 在美國的東北區 東北區的話 那冬天很冷 很冷的話 那你家裡面都要開暖氣 開暖氣的話 可是那很乾燥 乾燥人受不了 人皮膚的話 你就會癢等等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就用一個這個 把水 然後讓它噴出來 就是 霧化它 霧化它 然後把水蒸氣給打到這個空氣中 OK 那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子的觀念 怎麼做呢 我們就 把水放在一個這個 玻璃瓶裡面 玻璃瓶裡面 然後我把這個水 下面有個加溫的 加溫 那加 比如說把它加到50度C好了 OK 然後我把 氫氣 加氮氣 OK 然後 讓它通過這個水 然後把水蒸氣給帶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涉及到 有一個叫due point 就是霧點 就是你的空氣這樣打進去以後 打到這個 你的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水的 加熱的這個水平裡面 然後它會帶出那個水氣 那帶出來的水氣量 跟它的due point會有關係 跟露點會有關 那露點帶出來是 比如說50度C 那帶出來的量會是多少 你也可以去查 不要可以查得出來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用這樣的觀念 我就會去控制它 H2O跟H2的比例 然後去控制它的PO2的量 所以這裡的話 可以用這樣子的 類似這樣的方式 來控制它的Champ activity 那另外一個的話 在X等X的地方 它的濃度要是固定 就是這個比例子要固定 OK 那這邊我寫了一句話 這個地方就是說 假如這兩個值 其實它只要不符合這個equation 應該這裡應該這樣寫 就是說這個equation 如果不符合的話 那它會有reaction involved in the plot 就是reaction會 involve它的controlling process 所以這句話 如果真的要來 再寫得比較精確一點的話 就是說 只要它不符合這個equation 就是說這樣子的equation 被破壞掉的話 那interficial reaction 一定會 involve它的recontrolling state 因為它的表面的平衡 就被破壞掉的意思 OK 那另外的話 Semi-inferent of solid 對 所以說dibsivity 它不是濃度的函數 那在α鐵的碳的dibsivity 跟γ鐵的dibsivity 兩個不一樣 另外一個我們要假設就是說 它從α鐵變γ鐵 它的體積變化等於0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錯的 但是如果這個要處理 它不等於0的話 那就更複雜了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 我們假設說bcc fcc 它這個結構體積大概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假設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我們 先前先要解這個東西之前 我們要先做的一些動 這個先了解的一些parameter 都把它給搞清楚 好 所以我就來解這個題目 那我現在怎麼來看 來做這個 我們第一個先把fix second law先寫出來 在x大於s的部分 在α鐵裡面 OK 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把γ鐵的fix second law 再把它寫出來 OK 好 然後再把initial condition給寫出來 OK 我們initial condition 比如說這個地方 在x等於0的時候 它原來溶度是C0 所以原來溶度是C0 OK 那這個地方是聖碳 所以基本上原來溶度 算是比較低的溶度 OK 那在α鐵 bundial condition在α鐵裡面 在這一塊裡面的話 它在這個平面上面 靠近α這一邊的話 它的溶度是Cαstar OK 就是說這個地方是固定的 OK 因為那個地方是它的兩項共存區 所以Cαstar是從項圖可以知道 然後在x等於無限大 C等於C0 所以這又是一個shortime解 OK 很明顯它是一個shortime解 OK 所以等 後來我們解出來的解 基本上 你要特別注意 它是一個shortime的solution 是一個semi-influent的solution OK 那你會講說它如果不是shortime解 是nontime解 你怎麼辦 那又很複雜了 OK 所以我們先舉這個shortime解 給大家做參考 它怎麼去解 觀念上它怎麼弄 那在Gamma phase裡面的話 x這個地方的話 那會有CGamma star OK 那x等於0的位置 它的表面濃度是等於cs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CGamma star跟Cα star之間 會有個比例 這個比例我們叫做partition ratio OK 好 另外一個的話 在這個界面上 我們有另外一個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flux in跟flux out 兩個的相減的話 它這個會有累積在這邊會有mass 那這個mass的話 我們由這個equation 可以得到它的一個mass conservation OK mass conservation是從這裡來 那從其實原來是從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裡的話就 然後dx over dt 其實我只要把這些 什麼flux的部分 把它解出來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答案就會出來 所以我說 寫成這個equation裡面 它的 有另外一個implication 告訴你 如果J Gamma 等於J Alpha的話 flux是一樣 這個boundary 基本上是不會移動 OK 不會移動 因為你兩個相等 你看這邊等於0的話 你的dx over dt 一定會等於0 那 我說這個地方 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說 我在這個溫度下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它的C Alpha star 然後這個地方是它的C Gamma star OK 這個就是 項圖裡面 我把部分項圖把它摘取下來 給大家看的部分 就是說 我的解可能是在這個溫度下 然後這邊有C Gamma star 這個C Alpha star 好 我們這樣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來看就是說 我有R face 那有Gamma face 我怎麼樣去解它 OK 這樣去解它 剛剛第一堂課 我把速度放得很慢 有沒有比較符合你們的需求 還是太慢了 所以 我們就繼續好了 我是今天準備把這個給講完 我已經在等你們等了快一個半禮拜 所以 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用了很多的 比較數學的東西 其實在前面 我們大概在解L function的時候 大概都用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解 所以第一個 在Alpha face裡面 Alpha face裡面這一部分 Alpha face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OK 那我們說這個溫度被固定 然後這個地方無限大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知道它是一個L function解 OK 那它為了後面的一些常數的 就是說到後來要去Cancel一些常數等等 所以它先把這個的解寫成一個 Complementary的L function 所以它把它寫成Complementary的L function 那其實 那只是去解這個A跟B 然後可能有一些變數稍微改一下 就是你要寫成L function也可以 可是後面的解可能就變很複雜 所以這個地方它寫成一個Complementary的L function 那等一下你會看在Gamma帖的部分 Gamma face裡面 它寫的是L function解 所以你會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地方寫L function 這邊寫成是ComplementaryL function 這個地方的意義到沒有到那麼大 物理意義沒那麼大 其實基本上就是都寫成A加BL function 那寫成ComplementaryL function 只是後面有一些係數它要 三三減減的時候會比較方便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它寫成Complementary的L function 那之所以寫成這樣 是因為你這邊有固定濃度 然後又一個Semi-Infinite 所以寫成A加B的ComplementaryL function 那X無限大 X無限大 濃度是C0 所以帶進去 所以這邊E減掉L function 所以這個地方就整個被Cancel掉了 所以A等於C0 所以如果在這個地方你寫成A加BL function 你就解不出來 是吧 所以如果你來問我說 為什麼它寫ComplementaryL function 其實它就可以把係數就很簡化了 這時候A才可以幫它解出來 你如果是寫成ComplementaryL function 然後又X等於無限大 大概就解不出來了 所以如果這個題目你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就是寫成X負負無限大 是等於C0的話 那我相信你這個解的形式可能又要改了 是吧 所以物理上面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基本上主要是實質上讓我們容易去解這些變數 第一個A等於C0 所以我就去掉了一個長 一個變數了 然後在Gamma phase裡面 我們A'加B'就乘上L function 就解 那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當然表面濃度CS是固定 然後在S的地方CGamma star 那你會說這個地方怎麼看起來 L function不是要有Sema Inflation嗎 沒有大那麼一樣的眼睛去定義這個東西 它只是說我表面有個濃度 兩邊濃度被固定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個short time 節的原因也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說 那X等於S的時候它等於CGamma star 那X等於0的時候C會等於CS 所以A'就等於CS 你把X等於0帶進去 這項不見了 所以A'會等於CS 所以 那X等於S的時候CGamma會等於CGamma star 所以 這個是等於在這裡 你就是等於CGamma star 在S的時候會等於CGamma star 那這個地方A'等於CS 所以這個地方是CS 好 所以 第一個 在Cα這一塊 它的濃度是等於這個 那CGamma的這一塊會等於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變數還不知道 一個是B跟B'這兩個我們不知道 OK 那這兩個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們就知道在X等於S的時候 CGamma等於CGamma star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寫出來會變成這樣 好 那這裡的話 那CGamma star是固定 從項圖上得到 CS的話是表面濃度也固定 是由chemical relation來固定 所以 這兩個是constant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要相等的話 那勢必這裡面要是一個constant值 它是一個diffusion controlling的process 所以 一個L function它有E對E的關係 就是說你CGamma star固定 CS也是固定的話 那你L function裡面的解的話 它是E對E的函數的話 它那個要是一個constant值 所以就告訴你 S除上2的DGamma CT的這一塊 這一個它會是一個constant值 那這是個constant值的話 基本上我們把假設它是等於β 所以我就出現S等於2β的DGamma CT 所以 我下去就是 當然我要去解這個β 所以就把它帶進去 帶到這裡面來 所以就是等於CGamma star等於CS B'的這一塊 這一個等於β 所以我有B' 然後又有β 然後同樣的道理 我又把它帶進來 到Cα star裡面 本來是寫成這一塊 那這個S的話會等於這個 把它寫成這樣 那在這裡的話 DαC跟DGammaC 會兩個的比值 我們把它定成一個constant值 因為你在固定溫度的時候 你的carbon在α phase的擴散係數 跟carbon在Gamma phase的擴散係數 基本上是固定 那這兩個之間的值 我們把它當作是比值 當作另外一個變數 我們把它定義叫一個phi好了 然後 所以我就可以把Cα的這個項 改寫 改寫成β的phi的2分之1次方 然後這邊是一個 complementary arrow function 所以這個會等於Cα star OK 好 那我再把前面 我看一下 抱歉 前面的這個equation 就是你的Cα跟CGamma的equation 這兩個equation 我去把它做微分 對CGamma對X做微分 就會得到這個 那我們知道你的α本來這個地方 是有complementary arrow function 或有 arrow function 你微分的話會變成exponation 還記得 exponation的積分 會變成R function 所以你R function 把它微分的話會變成exponation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兩個四值 1跟2 那1跟2的話 都是代表它的flux 這是flux 從Gamma phase的flux in 然後這是 在α phase 是flux out 所以兩個相加 OK 那前面Mass conservation告訴我 會等於CGamma star 減掉Cα star 乘上Ds over dt OK 所以我就把第一項 跟第二項相加 會得到這個 OK 你到這裡 你會覺得 哇這個太複雜了 OK 慢慢我們去簡化 簡化可以讓它是可以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又說 S4等於2β的DGamma ct 所以我去做微分的話 Ds over dt的話 我會出現這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β並不是一個constant值 它會改變的 OK 所以 我把這個給帶進來 帶到這裡面 OK 然後把這個地方移出來 然後把這個導數乘上1跟2的相乘 然後去做 做這個地方的三減 就是這個 還有β值的三減 我會得到這個equation 那這個equation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有幾個變數 你有b b'還有b'還有b' 還有φ是已知 所以b'不知道 b'跟b'也不知道 那這時候我怎麼辦呢 抱歉 所以這時候我再把 要去解b'跟b'的話 就把原來的這個解 cGamma star帶進來 cAlpha star帶進來 連力去解這個b跟b' 然後解出來以後 我得到的形式會是這樣子 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但是基本的觀念是這樣 我們先把觀念給搞清楚 就是Alpha phase Alpha phase裡面你有fix second law Gamma phase有fix second law 然後界面上的濃度要被固定 然後還有一個flux flux in跟flux out 它的差異值是等於代表它的這個界面 移動的距離 或是移動的速度 去乘上它的concentration的差異值 那我們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equation 那這個equation你要去解它的話 基本上是用trian error去解這個beta 什麼意思trian error 基本上我這邊的值多少 你把它帶進去 然後帶到它們 因為這個cGamma star是知道 cAlpha star也知道 cS也知道 這個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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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面這些變數都是已知 現在不知道的是只有這一個跟這一個 所以我就把這個跟beta之間的關係 我就開始取 比如取這個數字 就是帶進去 然後這個數字再帶進來這裡 然後去看是不是會相等 所以這個樣子叫做trian error 這樣的意思 你先不要覺得 哇 這真的太複雜了 太煩了 等一下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還蠻簡單的 對 那知道了beta以後 beta帶進來這裡 然後你抵S或抵T 你就會求出來它的移動速度 或是你的厚度 其實是把乘上2beta的抵Gamma CT T是你aner的時間 這個是你的carbeta在Gamma phase的dipsivity 所以beta知道其實S就會知道 OK 好 我們先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然後再回顧下來 我再把整體的整體的觀念 再講一遍給大家做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先看它怎麼去利用這個equation來解 好 基本上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它是這樣子 我原來的Carbon LSD它擁有0.4%的Carbon OK 那我要脫碳 脫碳 脫碳的溫度是800度C 那平面表面的溫度是0.01% 它是用Carbon Monoxide跟Carbon Dioxide平衡的結果 然後我去做Anioning 30分鐘 大概800度寫Anioning 30分鐘 我想要知道它的Alpha鐵的厚度是多少 題目就是這樣而已 OK 就Alpha鐵的厚度會是多少 OK 好 所以第一個你要會寫C0是等於0.4 CS等於0.01 這沒有問題 然後去看相圖 OK 800度C就在這個地方 800度C 記住喔這邊是723x900 所以它在這兩個溫度區間 那0.4的話看起來是在這裡 所以你知道是在這條線上 其實這整個它的trick是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溫度你要知道它在這個溫度區間 第二個它是在這兩個之間 我們說這個是0.83 這是0.08 所以基本上大概在這裡 800度的話可能大概在這個地區 所以我知道這個地方是C-Avastar 這是C-Gamastar 所以這個題目你一定會用像圖 一定會用像圖 就是像圖 我就把部分的這個整個像圖 就這樣子把它印給你 OK 那你要會從像圖裡面得到你要得到的C-Avastar 跟C-Gamastar OK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所以C-Avastar 跟C-Gamastar 就這樣得到 然後D-Avastar 就從實驗上面 或是問題上面 大部分都會給你一個數字 那真正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你去找什麼 Handbook等等 你都可以找得到這種數據 就是它的D-Avastar 是3乘10的-8 然後D-Gamastar 是2乘10的-6 這個地方很奇怪 怎麼剛好相反 我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打錯 按照代理是αC應該比較大 這個是怎麼寫出來 是剛剛比較小 Anyway 本來先 先就 Gamastar的這個數字 我們來看好了 好不好 所以 它的比值會是等於66.6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原來得到的這個equation是這裡 你的講義裡面沒有這個equation 因為就直接掉到這裡來 但是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必須要有這個equation 這樣會比較方便 OK 所以 C Gamastar 0.24 所以 會等於C Gamastar 減掉C Alpha Star 欸 這個地方怎麼是剛好顛倒過來喔 我把所有的全部顛倒過來的 OK 因為這個地方是變成C Alpha Star 減掉C0 所以C Alpha Star 是等於0.01 欸 也錯掉 我們先講好了 讓我回去再double check一下好了 所以 奇怪這個地方應該是0.02 應該是0.02 是減掉0.01才對 C Gamastar 減掉C Alpha Star 所以他把它倒過來 所以有個負號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是C S減掉C Gamastar 所以 C S的話應該是等於多少呢 C S的話是0.01 OK 然後C Gamastar是0.24 欸 代錯了 把它代成C Alpha Star OK 然後這個地方是C Alpha Star 減掉C0 C0是0.4 C Alpha Star是0.02 所以這個地方代錯了 代錯了 數字 C Alpha Star這個地方應該是0.02 C Gamastar這個地方應該是0.24 所以這兩個剛好是弄相反的 打錯了 就0.24應該在這裡 0.02應該在這個地方 OK 麻煩你改一下 就是這兩個應該是顛倒的 然後這兩個也是顛倒過來才對 C 0.24在這裡 然後0.02在這裡 才對 就是等於要顛倒過來 好 那 所以我知道這邊有個F Beta 然後這個地方會有個F Beta的Phi 2分之1次方 OK 好 那我就把 這個數值 0.02 0.01 反正就是這些數值 我把F Beta 對於Beta做圖 OK 就是從這個圖裡面 我去舉一個數字 然後 用21B進法的方式你把它B 就是你取了一個Beta值會有一個F Beta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抱歉 另外一個是 也是F Beta 只是說這個比值是66.6的開根號 OK 所以你會有一個F Beta 然後另外一個F Beta的Phi 2分之1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 然後 21B進法去B 讓它這個地方 互相左右可以接近 那得到的值就是 Beta會大概是 0.1444 比如說在這個例子上面 OK 那這時候你把Beta帶進去到S裡面 我就可以從2Beta乘上D Gamma C T T的話是你的30分鐘帶進來 D Gamma C從這裡可以帶進來 然後去相乘 你就得到0.0173的cm 所以中間怎麼推導 那個 基本上你要把觀念搞懂 但是真正在你做題目的時候 倒沒有要求你要去整個推導 這個紅色的equation怎麼來 如果要你去推導 這個紅色的equation怎麼來的話 就稍微比較 讓大家比較辛苦了一點 但是紅色的equation怎麼來 你要有概念 要知道這怎麼來的 因為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題目 是只有一邊是有Curvature 另外一邊是平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基本上我們到後來去利用 利用這個圖 利用這個圖 然後把Beta取得一個相對應的值 就是帶進來在這裡面 那因為這個equation 跟這個地方的差異 只是差一個phi的二分之一 所以一樣會有另外一個Beta值 另外一個Beta值會對應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數值 然後你帶到這個分母 然後去讓球的這個equation 讓它左右可以互相的這個相近 所以你就try an error 去得到你要的這個Beta值 所以基本上 它整個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處理這個moving boundary 大家這樣想 它就是說我有兩個項 那兩個項有分別的擴散 分別的擴散 那分別的擴散 我用L function去解它 這樣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兩邊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兩邊之間的關係的建立 來自於界面上的濃度 比如說你在這個地方的濃度 會有個C gamma star 這個地方濃度會C alpha star 然後這兩個的有一個比值是固定 就是一個partition ratio 這兩個比值是固定 這是第一個 它們之間相連的關係 第二個 它們之間還有一個相連的關係 是你的flux in跟flux out 就是你進來的量跟出去的量 它的差異值 會等於就是乘上面積乘上時間的話 就是等於留在這個系統的物質的量 那這個系統物質的量是代表什麼呢 你的兩個項的濃度的差異 兩個項的濃度的差異 是乘上它的整個的體積 其實也在告訴你 是整個系統物質的增加 所以另外一個相依的關係 就是所謂的mass conservation 所以其實解這個題目裡面 你有幾個觀念 你要知道 就是說 它是definite controlling process 所以表面的濃度要被固定 界面的濃度要被固定 因為它沒有interficial kinetic reasons 因為它是一個diffusion controlling process 所以在界面上面的反應會是 無限 比diffusion的process要來快很多 所以界面上面的濃度要固定 然後兩項共存區 要是一個垂直的線 而且是沒有厚度的垂直線 所以這個圖你要會這樣畫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你要寫出它的mass conservation 那把這些東西你寫出來以後 後面的這個解就是等於在找 它們兩個之間的相依的關係 最後的解就是 你寫出 知道寫出這個以後 就try and error 解出這個裡面要的beta值 那你就可以解出你的s是多少 所以這個觀念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怎麼去解一個有相變化 叫它的擴散 或是擴散造成的相變化 你怎麼去解這個問題 那我有可能在這個區域 那可能會有gamma加semity 那也有可能這個地方是alpha加semity 那我們其實在雙向區 我們去拋的時候 常常會分辨不出 它是alpha還是semity 或是等等 因為大家都分佈得非常uniform 所以就有可能出現什麼現象呢 就是說這裡原來的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地方大家分不開來 所以你畫不出一個這樣 再往下這樣 就變成是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把它弄成就是大家混在一起 記住喔 我寫alpha加gamma 不是說他們是熱力學上的共存區 而是說 我在實際做實驗的時候 我根本分辨不出 它是哪個gamma alpha裡面的一個concentration gradient 所以我就把它假設 它是concentration沒有gradient 是平的 平的 所以你在解剛剛前面的fix second law 等於前面有 後面是平的 你根本沒有 就是說flux in跟flux out的話 這邊flux out是基本上沒有flux 只有flux in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 我寫出來這邊是723到911 這溫度的來源就是從剛剛那個像圖裡面告訴你 你的alpha體存在的這個溫度區間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剛剛在這個溫度區間 723到910度C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的溫度區間 OK 所以啊 那你可以看到一樣 如果說它是一個脫碳的話 那我這邊 我原來的這個濃度裡面 有alpha跟gamma的話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分辨它 所以這個地方會是一個 也是一個平的 這個是一個實際的 在做實驗的時候碰到的問題 就是說 我本來應該要有gradient 但是因為他們的grain size很小 我沒辦法去看得出他們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你也可能在小於723度C OK 所以小於723度C的話 就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在這個下面 那你有alpha加semitite 所以 你這個地方畫出來就是alpha加semitite 然後表面脫碳 所以形成alpha phase 那也有可能是在大於723度C 然後 它也是脫碳 那你的gamma叫semitite 然後所以表面就形成gamma phase OK 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在這個區域裡面 OK 那你去做脫碳 那形成的是gamma tip 所以去處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在S的地方 在S的地方 我只有C2的star 就是gamma phase 形成的 就是說第二個象 OK 或者是在這裡也一樣 都是只有這裡 那這裡是代表這個 然後這個是代表這個 OK 然後你的flux 這個地方有 這個地方會有slope 所以會有flux OK 然後這個地方是平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flux OK 不是沒有flux 而是說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我concentrategrading 我把它畫成是平的 所以你去對它做微分的話 它等於0了 OK 所以這時候一樣 你會寫出來 會是一個C2star 減掉C0 就是C0是原來的濃度 OK 它沒有一個C1star OK 因為我把 它的這個雙向 雙向的 因為那個second phase 它分散得非常均勻 我把它看成它是同一個向 所以你就變成 原來這地方是C0 那濃度是固定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是C0 減掉C2star 所以是C2star減掉C0 有沒有 然後Ds of dt 所以你後面的解 其實會簡單很多 OK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那個例子裡面 複雜很多 就是有兩個 一個擴散進來 一個擴散出去 你要知道它的邏輯 怎麼推導的邏輯之後 你在碰到的問題 你才有辦法解 OK 那 考這個 如果今天要問你這樣的題目的話 你就當場可以做了 就是可以解的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前面那個怎麼來的 你大概解這個題目 你就會蠻辛苦的 OK 因為這個題目我們把它簡化 Flux只剩下一個 然後你的濃度這邊只有C2star 所以你後來只有一個B2要解它 所以你到後來去解這個B2 它的這個β值全部都是可以算 這個exponential 就是error function 所以β值是可以算的出來 OK 就不是剛剛所講那個tri and error 這樣子解的 OK 所以這裡的話 重要的觀念是說 我是在一個雙向 然後是新形成的那個 另外第二個像是它是uniform的分散在裡面 我沒辦法分辨出來 所以就把它當作沒有gradient在那個地方 OK 所以跟剛剛的差異主要是在這裡 那這個是剛剛所講的就是你的擴散 就是說我這邊是平的 等於它擴散是這樣子的發生 就是說你本來時間拉長就是往前在走 所以這γ face形成的厚度 就是剛剛在那邊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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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